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的频道,今天是2021年11月8日第379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三只危难鼓 首先要在这里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照,希望大家也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现在的广告有点长,希望各位容忍一下 希望大家记得帮我订阅,按下小铃铛,分享这条影片给朋友,如果看完可以赞个赞就最好了 北斗雍,在这里多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和投资顺利 连同刚刚拍完这一集第378集的《元宇宙》 一共做了三集都是讲科技股 但是收视就惨淡了,可能真是小片没什么人看的 其实是不是真的科技股不值得一提呢? 又不是,现在美国兴合合的全部都是和科技股有关的 不过我依然是对未来的科技股充满着信心的 只要一天的疫情没消除的话,很可能这些科技股仍然有大把市场 尤其是云端这个服务,爆炸性应该会随着元宇宙的诞生之后 可能会更加厉害的了 我们只能够用一件事去证明,我们讲科技股是没错的 就是等上一两年,用一两年的时间去证明 他们的股价是会显示给他们看,他们是很有用的 今集我们要讲的就是三间公司 这三间公司现在的状况有不同的情况 譬如有些已经入了ICU,可能随时都会宣布死亡 有些是严重受伤,也是死了死了死了 有些最近才是出事,但情况越来越不乐观 这三间公司就包括了海底low,佳兆业,和我们香港的地道股票TVB 今天就炒完一碟,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这三间公司将来的前途是怎样的 第一间公司我们要讲的就是海底low 其实这一间公司我之前有提过的 就是在北斗雍的信息 当时是2020年5月7日的 我当时讲的时候,就说这一间公司要小心 因为大股东是折让地配售股权出来的 卷了十几亿,买入股票的人 现在就真的哭了一句句 因为当时的股价大概都是在做34个多 其实我都叫人家小心 原因就是这一间公司扩张得非常之重要 在2017年的时候,大概只有店铺大概是270多间 到了2021年的时候,已经是扩张到1,000多间 所以我在2021年的6月27日拍了一条片 就是第283集 正正式式讲一间海底low的状况 当时的状况就是说 他现在的店铺是超过了1,300间 很厉害,还是不断地扩张 但是扩张也要付钱 那些钱随时流走的话 对这间公司绝对没有好处 扩张过度很危险 所以当时他的股价又没有什么反应 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这段时间 他扩张是可以赚多些钱的 所以这个股价反而还能升到接近37元的水平 但是当时我已经跟大家说 如果这间公司的市盈率这么高 倒不如实实在在 买回我们香港的本地股 比如像大家乐那样,反而安全得多 这句说话可能现在就应验了 因为在2020年全年只是这间公司 只赚到3.6900万 盈利倒退了86% 至于2021年的上半年 只赚到1.14400万 如果下半年不是那么好景的时候 相信比2020年的情况更加差 所以现在的股价 你们猜一下会不会再继续跌下去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海底佬现在最新的状况如何 它的股价真的跌了很厉害 现在跌下去最近好一些 都是去到21个多 我这段影片拍的时候还没收市 所以今天可能还能升多些也不奇怪 但情况来看应该是恶劣了 这间公司无论你是1个月前买也好 你在年初前买也好的话 都是输钱收场的 如果你在年初买的时候 你现在已经输了超过六成 真的哭得一句句 至于你问我值不值得去投资的话 这个RSI就跌穿了30%了 理论上是值得去投资的 不过也是那句 如果你要投资这些就要快手了 即是快点买入 有得赚就快点走 就不要跟他在那里讲感情 因为一讲下去的话 你就会很大获的了 至于海底撈现在的市盈率 依然是高达302倍的 派息方面就不要说了 今年有没有派息都成问题了 至于他现在如何去解决 这个扩张过渡的问题呢 海底撈的公司就这么说 他说经过检讨之后 集团就决定要加码 在这个年底前 就逐步将300间的店铺 就要关门大家的 这样就可以令到不用亏那么多 公司就表示不会财源 但是不财源而已 可以有自然流失这一件事 其实也是变相财源的了 这个海底撈关闭了的店铺 其实在市场上 人们估计原本就要关大约150间店铺 现在就要加码去到300间的话 其实情况上来说 应该是恶劣得多的 还有这些店铺 都是近这两年才刚开的 装修费又给了下去 又买了这么多东西 又花了这么多钱 你突然间由关店铺 那这条数是如何去计算呢? 这条数是非常耐心的 所以到年底的时候 大家要密切留意 他这个会计制度上 如何将这300间不开的店铺 里面的帐目 如何显示出来 会不会令到他最终是蚀钱呢? 这一件事真的要看清楚了 但是股东这样做法 即是那些大股东 或者董事局里面的人 不断地扩张的话 其实我觉得很有阴谋在里面 至于有什么阴谋 大家自己想想吧! 佳兆业这一间公司 前段时间有些读者叫我说一集 但是我觉得不够了 所以我就放在IG那里 IG那时是10月18日 那天出了一条小片子 说几句关于佳兆业的 当时其实都是说 他的情况是不会让恒大好得去哪里 依然踩着那三条红线 想不到说一下说一下 现在就轮到他出现有事了 原因就是他根本 给不起债的利息 不要说本金 债的利息都给不起了 现在就停牌 进了ICU 随时都钉盖了 最重要是看看他还够不够得回 原因就是 其实这间公司 如果听蕭若元说的话 这间公司还有很多价值的资产 但是这些资产全部都是缜缜的 那可不可以组成出来 慢慢还债呢? 这件事真的要他们自己想过才知道 其实这间公司 最近股价是跌得非常紧要的 所以在一个月之前 如果你买的话 你现在已经差不多输了一半的身家 这件事就没办法了 如果你年仓买的话 你现在都差不多是total loss 因为现在 由年初到现在跌了大概是73%左右 所以 这个RSI 我说跌了很多 其实这个RSI跌穿30% 已经是没什么意思的 因为 就算它回復牌 你都不敢买它的股票 对吧? 好了 佳兆业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呢? 董事局的主席郭英成 他透过电话和投资者沟通的时候 表示佳兆业一定会负责任 给一些时间 这个佳兆业的话 他就有能力还款了 听说他还款的能力 就要拖长到几年 还有要折息 就是说这几年里 都不会再给你利息 还得了本金给你 在几年里 你已经算是收回了身材了 到底做不做就真的不知道了 但听说他说的时候 现场已经有千名的投资者 在等着他发表的消息了 听说理财产品总值 都已经高达127亿 其实还有很多后面的数 是陆陆续续都会出现的 那现在呢 这里有一张图 就是说它的股价 我也说过了 一个月前 我说它的股价 还在做1.7毫多 现在只剩1元 那你说 是不是在一个很短时间之内 是不是跌得很厉害呢? 情况好像比这个恒大还要差一点 希望它可以大步揽过 最后一间企业 我们今天所说的 就是我们的集体回忆 就是这个TVB 不知为什么 想起TVB 就会自然想起这个亚洲电视 他们两个的命运 会不会最终走在一起呢? 真是非常难说 但是机会率是相当大的 原因就是TVB 现在都是周生矣 他未进入ICU 但是呢 其实现在是重伤的了 应不应得回 都真是成问题的 他现在的股价 还有得升下的 大概呢 都是徘徊在5.8至6元左右的水平 那没有盈利可言的了 有什么可以说呢? 唯一可以说的就是 他现在的市值 就不断地萎缩了 现在还有是多少? 25亿 前一段时间看他的时候 我也有监视的嘛 看他前一段时间的市值 大概还有30多亿 现在又是跌了多些 好了,这间公司呢 无论你是今年年仓买也好 最近买也好 其实都是一直跌下去的 所以真的不要再拯 这个TVB会怎样 除非他可以卖盘 卖盘也是另一个人接手的 但是业务上 不会有特别的气息的嘛 好了 看回最近这5年 这个TVB的营业状况 或者盈利的状况 你看到由2018年、2019年 和2020年 都是亏本收场的 喂,大哥 年年这样亏 真是多大的财团 都是顶不住的嘛 对不对? 另外,大家还要看清楚 一件事 在2020年 全年就虚了2.81亿元 但是在2021年的上半年 就已经虚了超过 2020年的全年的亏损 那么下半年 如果再亏损多些的话 大家可想而知 情况会是恶劣得到哪里 我常常都叫人家就是什么呢? 在6点半或者8点半的时候 看他们的剧场的时候 中间那段的广告时段 你们自己去看看 究竟有多少个广告 是真真正正可以收钱的 那你就看到TVB的状况 究竟是有好转 还是一直恶化下去 TVB死不死得呢? 其实就要看看 它手上还有多少现金 我看到 截至2021年的6月底 原来TVB手头上 竟然还有31亿元 在手上 有这一笔钱在手上 看看它如何好好运用 问题是 TVB以前也有些世仇 有些已经过去的了 有些现在还在 睹眼睹鼻 包括了过去的 包括了香港科技探索 即是王维基那间 人家现在的公司 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而且市值比TVB大 起码4倍 因为现在是在做108亿 另一间 现在在睹眼睹鼻的 就是电讯刑科旗下的电视 就是MiuTV 人家MiuTV 听说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最近又说 想着再派花红了 因为你看到 无论在哪个地方的媒体 你都看到那个广告 是相当得人的 我最近看得最多的 就是Samsung的Mira 的广告 真的拍得非常之出色 人家这个电讯刑科 市值超过300亿 那你无线得过25亿的市值 那怎么够狠 不过有件事 突然间说一说 手头上拿着31亿的话 市值 它整间公司 差马跌得过25亿 那现金多过公司市值 有点怪怪的 所以这一盘数 我都不太信得过 而且TVB如果能够翻新的话 就希望向着神州方面 就是向大陆方面发展 不过大陆那边的内地人 又会不会真是很想看TVB的剧集呢? 如果不是很想看的话 就算给你一个落地权 你也是没什么用的嘛 各位 最近我又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关于通胀的 因为我发觉通胀 其实已经慢慢杀到埋身了 不过这个通胀会持久多久呢? 就不知道 但我最近在茶餐厅吃过早餐的时候 发觉已经加了2元了 问题就是 在超级通胀来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过 应该如何去投资 才可以为自己的财富保值呢? 如果超级通胀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真的不多 所以大家要动高藏满想一想 而我在这个文章里面 也有几样东西 是说出来给大家思考一下的 希望大家进来这个网站里面看看 看完之后 麻烦你帮我 卡一卡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那就可以了 多谢各位